剑成这是喝了多少假酒 才敢如此吹牛不达草稿 若是弄武功的话 不经云未见的是我的对手 更不用说 可以接得了我师父的一招办事 啊 迷之自信的剑成夸下海口 他会正面击败不经云 让不经云放弃赌约知难而退 随后剑成带着两根竹竿找到不经云 他要以竹竿作为武器 和不经云比事件道上的造影 连你也想着我一战 不错 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莫名剑法的厉害 既然如此 不谋领教了 剑成和不经云拔出地上的竹竿 分别用出擅长的剑招 莫名剑法对上了圣灵剑法 一旁偷看的楚楚心中暗喜 他信了剑成的鬼话 以为剑成一定能够击败不经云 让不经云知难而退放弃赌约 殊不知不经云经过一番交手 心中却是对剑成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莫名剑法虽是一决 但剑成使来烧弃我戒 必须设法相机 才能彻底一亏全貌 不经云为了熟清莫名剑法 增加接下无名一招的胜算 故意用言语刺激剑成 表示莫名剑法也不过如此 剑成文言果然果然大怒 手持竹竿攻向了不经云 莫名剑法与之前相比较 也更多了几分火气 然而即便如此 不经云依旧是游刃勇余 轻松接下剑招的同时 也在观察莫名剑法的破绽 显然两人间的武功差距颇大 而剑成却浑然未决 直到不经云洞悉莫名剑法的奥妙后 一招毁掉了剑成手中的竹竿 剑成彻底败下了阵来 败在不经云的手下 让剑成的内心非常崩溃 他之所以前来挑战不经云 不仅仅是为了让楚楚开心 更多的是想证明自己比不经云更强 然而事与认为 自己感情上输给了不经云 引以为傲的剑法又败下了阵来 一向顺风顺水的剑成 遭遇双重打击跑了出去 剑成认为只要拥有一颗冰冷的心 他就能够胜过不经云 不甘的剑成仰天怒吼 发泄着对不经云的不满 全然没有发现身后有人靠近 被来人毫不费力地打晕了过去 一场好戏即将上演 时间来到一天后 在杜空大师的见证下 不经云和无名进行比斗 只要不经云能够揭下无名一招 他就可以拿回爵士好剑 随后两人动起手来 一路从台上打到了台下 不经云一边使出圣灵剑法 一边观察无名的剑招 竟发现无名用出的不是莫名剑法 而是另外一种更加博大精深的招式 这便是无名的无上剑道 以新预见的至高境界 分为无形道无情道无名道和无我道 此刻无名用出的就是无情道 不过说好的一招 为什么两人打了半天 从台上打到了台下 又从台下顺着城墙激战 一路打到了城楼之上 却还是没有分出胜负 直到不经云认为胜算不高 这才暂时停手对峙起来 越是好剑 我势在必得 剑在人在 否则 我只有一死 我已无路可退 对了 我需要向自己制止死地而后生 城楼上的烟雾散去 露出了无名和不经云的身影 不经云致死地而后生 用自己的死感动无名 让无名脱离了无情道 成功取得了比斗的胜利 无名佩服不经云未见牺牲的精神 嘱咐不经云要好好珍惜爵士好剑 随后施展轻功良长而去 杜空大师见胜负一分 旅行赌约带不经云前往大殿 说是要将爵士好剑物归原主 可令不经云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他准备取剑之时 身后的和尚竟用铁链偷袭他 反应过来的不经云抓住铁链 麒麟毕猛地发力 轻松将几个和尚甩飞了出去 然后转身恶狠狠地看向杜空大师 臭和尚 你竟敢不遵守诺言 不经云 我要你以身体过 血战血场